賢徑 三十幾年前 我開始對這個 設於一些思想� 這個畫家 他們用馬賽克的手法 去做他們的作品 但是他們是做得很大很大的 那是在畫部上面畫格子 每一個格子裡面呢 做一個抽象的畫 在那個格子裡面 那這個藝術叫做Chun Close 那做出來的東西呢 我覺得非常的感興趣 從這一方面呢 我就開始說 我可能可以用不同的東西去把它做出來 開始用石磚啊 石頭啊 木頭啊 只要有顏色啦 還有這個色階的東西 我就會去利用來創作馬賽克的東西 那有一天呢 我就看到 其實我也用布 那時候用布 那布呢 就是從單啊 舊的衣服啊 怎麼樣子 太太的設計的東西啊 丟掉那個衣服啊 拿出來就亂貼 那時候有根本不知道什麼 叫做拼布 在台灣沒有男人在學拼布 就叫我老婆去學 那學了兩個禮拜 她知道怎麼樣子 那是錢財布啊 啊 怎麼樣子 車 就這樣子 那我就 回去美國 就 達料的去收集布料 但是 你要怎麼樣去找這些布 把它分從不同的設計 現在 我們所看到在電腦上面 好像說 Photoshop 黑白的話 它可以分到256個設計 但是我只把它分成9個設計而已 它就會長得立體了 那9個設計呢 每一塊布 都有不同的設計在裡面 可以看得出來 它這個1號到9號 是從最深的顏色到最暗的顏色 最深的顏色到最淡的顏色 它的差距呢 是很少的 是漸層的 一直到最亮的 馬賽克呢 因為解析度的關係 已經碰到了瓶頸 所以我就做亂貼了 那亂貼呢 我可以表現它的布 顏色的眉 還有它的解析度會更高 因為我是用五輪桃 拆下來有大有小 我想要把眼睛做得細粒一點 其他的地方呢 我可以表現得很粗狂 我把呈現出它每一塊畫布的眉 它的顏色會更漂亮 你可以比較 我亂貼的作品跟馬賽克的作品 它的顏色差非常多 所以用顏色跟它的這個印象 來調達我的作品 所以要怎麼樣到最後 要怎麼樣做出那個動感出來 現在就是我在做的工作 我喜歡比較有人文的東西 不喜歡有風景 風景哪個地方看起來都是一樣的 而且風景你看就說 這個很漂亮 就這樣子 裡面沒有特殊的東西 會製造滑梯的 那也沒有什麼立體感 那只有顏色而已 風景大部分就是這個樣子 有什麼音音啊 就是本地人台那種那種感覺 我們現在就在台中的夜市 那個就是有下雨的雨景 那個就是有 比較喜歡的那種那種創作的手法 我現在追求的是說 只要你能夠用畫筆畫出來的東西 就可以用布來表現 那用布如果能夠表現出來的話 變成說畫筆也很難去表現出來 那有一些它本來本身就是這個非常漂亮的設計 在這塊布上面 就算是有個很高的野獎 也許是沒有看起來 就是這個人的設計 這也是有個很高的 那樣的設計 那種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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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 就是這個人的設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